今天是12月23號 那因為這學期也結束了 聖誕假期的時候我們去北方 我們自己已經去過的叫Gateaway 想說去住個三天兩夜度過聖誕節 車程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剛才也說到小木輪寄來的房間號碼 然後還有住哪一棟木屋 準備出發 GoGo 昨天做完的水豚 雖然它長得有點奇怪 但是以我覺得我第一次做還算成功啦 有介於我們那時候第一次來 水排不出去熱水 那我來試試看它現在水有不OK 有熱水是不是 太好了 水是有流下去的 好 OK 那這次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抵達我們住的Gateaway的小屋 很像露營車那樣的概念 就是你剛剛看到小小溪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再一次回來這邊的感覺還是覺得很棒 你跟你的臨時距離是滿遠的 不會互相打擾到 戶外的話會有這個小桌子跟取火的地方 線上有先買柴火 所以就直接從裡面的東西拿 然後它滿貼心的 它還把那個爐火蓋起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生火烤肉 這是我們今天的名字 其實裡面真的很小 但是真的什麼東西都有 一些說明介紹跟邀請函之類的 棉花糖餅乾 但是這叫錢的 水是我們自己帶來的 它這邊的宗旨是說 既然你來這邊就希望你放下手機 好好的享受森林裡的一切 杜絕外面的干擾 你可以把手機放在這裡面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它的那個床的部分 外面映照森林很漂亮 我很希望晚上可以看到有動物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這麼容易 會有一些很簡單的廚具 電圈的 所以相對上比較安全 然後還有附給你水壺 刀叉簡單的鹽跟黑胡椒調味料 你使用這邊飲料的話是要 額外再加錢的 然後這邊也有音響可以連藍牙 杯子啊 然後鍋碗瓢盆都有 砧板 然後我覺得這個超棒的 它這是磁鐵的 這些器具是可以直接磁吸在上面 我覺得這東西很棒 檯面上會非常非常乾淨 丟垃圾的地方 紙巾 冰箱 冰箱的話就是沒有冷凍 是一般的冷藏而已 門的後面可以讓你掛衣服 浴室的話 有附那個毛巾 剛才我們測試過 有熱水排水孔又是通的 墨浴露也都有提供 這是我們的房間的room tour 就這樣子 這個燈很可愛 就充電式的燈 現在Robbie要準備生生營火 我們今晚要吃烤肉 明天吃火鍋 來之前呢 我就已經有先把一些 可能會用到的東西準備好了 醃小黃瓜 明天早餐會吃蛋沙拉用的沙拉醬 明天處理的話也會比較方便 所以煮蛋我是事前先剝好 醬料有 所以就應該叫Soyaki醬 很香欸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 是素食的沙茶醬 現在是晚上4點48分 天超級黑的 現在有一點小小的魚 不過是還不太影響 發現一些狀況 還是決定就進來 那幸好就有先擔那個電烤肉烤盤 很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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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這樣子烤的話 相對比較不會很冷啊 還是怎麼樣 沒什麼光線 二度開烤 記得提醒我們有那個地瓜 還有那個 喔對阿地瓜跟玉米 我們現在地瓜跟玉米 放在火裡面 他們 今天是我們的 員工理由 泡菜 跟 菸小黃瓜 還配著烤肉一起吃 過了大概半個多小時吧 我們現在打開看看 喔 好像可以耶 這玉米看起來很好吃 喔 燒焦了 燒焦 喔 欸我這個好像很不錯耶 這個 太大鹹了 喔 喔 感覺是還沒有熟 它其實很漂亮 燒焦 你那半分鐘吃完 還剩下最後看牛排 我跟你講它這個地瓜 真的 很好吃 超甜的 有蜂蜜的味道 它在邊邊有那個焦焦的那種感覺 天啊 超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很甜耶 不過要買一個回去用蒸的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好吃 好吃 上次兩顆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